監視器畫面拍下一名男子 慢慢走到停車處 看東看西 看起來是在四處觀望 有沒有其他人在 確認沒人後 慢慢走到一輛黑車旁邊 竟然拿起手上物品 往車身板金刮下去 從車後方刮到前方去 連續刮一長條 超級誇張 台南這位里長候選人愛車遭刮 這台新車才剛買三到四個月 花了380萬 又用來選舉造勢用 沒想到卻遭人刮車 車體刮痕一看過去又長又明顯 是彼此有恩怨 還是跟選舉相關呢 刮車者被爆料 其實是對手的顧問 但對方否認 近前都沒有來參加警察 還有20天前 他就把我證實實說 他沒辦法做我的顧問 從我都沒有關係 那是蘇聯的溫暖 他是表示在八月份的時候 跟這個里長就有私人的恩怨 以迴損罪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 原來男子因為先前跟里長候選人 有不開心私人恩怨一直懷恨在心 竟然就趁四下無人刮行車泄憤 但違法行為已經全都被監視器拍下來 實在不是明智選擇 記得賴慣張 陳山珊 台南采訪報導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 就是這樣 在最除致反折